中国国家队3比0击败菲律宾这个结果,很多球迷都想不到,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亚洲杯第二轮的A、B、C三个小组战霸国族竟然成为战绩最好的球队。 中国国家队首先看A组,这是A组积分榜亚洲杯A组,积分榜在这个小组。 第一轮阿联球和巴林,1比1战平印度4比1击败泰国。 第二轮阿联球2比0击败印度泰国1比0击败巴林,目前阿联球积分只有4分。 印度和泰国积分都是3分80的积分,都是一分小组出现形式,一片混沌再来看B组。 这是B组积分榜亚洲杯B组积分榜正常来讲。 澳大利亚应该可以在两轮之后,榜首出现的问题的关键是, 首轮比赛约贷1比0,击败了澳大利亚另一场比赛,巴勒斯坦0比0战平叙利亚第二轮。 澳大利亚终于打起了精神3比0击败巴勒斯坦约旦,则继续强势的表现。 2比0击败了叙利亚,目前约旦的积分也是6分。 但越旦的竞胜球只有三个C组,自然就是中国和韩国两支球队所在的小组了。 这是C组积分榜亚洲杯C组积分榜局势,很明朗中国队和韩国队都是两连胜昂首出现。 问题的关键是,中国队2比1击败吉尔吉斯斯坦3比0击败菲律宾, 而韩国队仅仅1比0击败菲律宾1比0击败吉尔吉斯斯坦。 韩国队的竞胜球直接差了中国队两个所以, 国族也成为小组在第二轮到目前为止战绩最好的球队。 这实在是在前很多人万万想不到的随后的小组中, 基本可以确定超越国族的是伊朗队。 首轮他们5比0,或上奠定了极大的优势, 本轮只需要击败越南战绩便可以超越国族。 伊朗队资料图一族的沙特首轮4比0击败了朝鲜。